大家好 大中华地区的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马医生 真的很久了 好像都差不多半年了 从上一次的杰斯大学 都很久没和大家见面了 其实我都已经习惯了 每三个月 急急忙忙地往亚洲炮 而且每次 真的和大家一起见面 心里很开心 其实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一样 当现在回想起来 当你当时在抱怨 哎呀还要排着队去吃饭 那么多人后边的人 推着你往前跑 哎呀恨不得就是你一个人 才好的时候 现在真的是不是很怀念 那个时候我很怀念 那么现在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只有在网上来见面 那么这是关于我的 这个简介 其实这是我从我40多年前 开始进入医学院以后 这就是我的理念 多帮助一个有病痛的人 这个世上就少了一个 受疾病折磨的人 我从来都是这样对待 我的每一个病人 每一个案例 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开心 有在座的每一位 有我们杰斯的所有的家人 和我一起来分享 这个理念 那么我们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我们目前的生活 是什么生活 My God 现在到处包括商场都在上 唱这个空乘机 前几天我去那个 因为要去银行没有办法 我就要去那个我们那个商场 因为它那个银行在商场里 有70多家店 那是一个非常老的 而且是比较好的一个超市 就是说一个集中的地方吧 平常呢 这个里边呢 都有好多的这个健康产品的店 还有那个皮肤护理的店 都有的 因为加拿大人 特别重视这个健康产品的应用 以及皮肤护理 我有时候走到那儿 其实我都会逛 绕进去看一看 他们现在都用的什么 但是现在全部都关门了 真的 我就在想 哎呀 好幸运 有了杰斯 我真的是这样想 否则来讲 我的产品也没得吃 我的皮肤也没 皮肤护理也没得用了 是不是 我想可能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 那么现在 目前的这个全球的疫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从 一月份 一月二 应该二十三号起 大年夜开始 我就开始了全身心的 投入到了这场战争 真的 我每天可能要 要看上百份的 疫情的各种的分析的报告 这都是专业的 因为我有几个 好几个朋友群 同学群 那这帮的人就全是医生 每天这几百个医生 都在往里头投入 投入他们的信息 那么根据流行病学的观测 首先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中国疫情的第一封 基本上控制了 现在有这个散发的病例 可是 现在输入性的感染 开始增加 所以有的人甚至怀疑 是不是会引起 秋季会引起第二封 那这就关系到 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那么港台 港澳台 以及东南亚 说实话 都还在发展之中 因为我每一天 都在看 所有全球的 各个地方的新闻 那么从三月份开始 欧美掀起了 全球疫情的第二封 大约都要持续到 夏末秋初 甚至明春 其实现在看起来 还更严重 因为美国现在止不住 每一天 那么多人的 这个诊断的 真的 我想起来 真的是觉得很可怕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所有的疾病里边 只有传染病 是可以预防的 那现在成这个样子 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在我们的隔离 和这个房子 传染的环节上 一定是出了问题 因为有些环节被忽视 这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事情 因为我是一直做了十多年的急诊室的医生 而且是内科医生 整天接触的就是会这些很多的流行病 另外呢 我也一直对流行病的研究非常非常关注 因为流行病学包括两大部分 其实细节有很多 医学营养学其实是流行病的学的一个方面 再一个就是传染病 那我们节次推广的是什么呢 是健康产品 是健康理念 更是最新健康理念的分享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就一直在 最近这几个月 我都是一直在做这个网上的这个论团的在讲 因为每一次我要加上一些是最新的报道 因为这一次的疫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没有办法把过去的知识加在这里边 只有看 就是说最新的这个报道 或者是这个预防的措施是什么 那么目前这个疫情的治疗特点 还是没有特效药 全是老药新用 但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主要是用这个抗艾滋病的 和抗这个月季的病 这个药 那由于我的同学 他们都还是都是做的第一线的医生 回来的很多的报道 其实说的不好听的话 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病人 是不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提早的 这个丧失了生命 这个现在都还 这个大家都还有这个看法 所以很多药到现在这些药 我们加拿大都没有批准进入我们的正规治疗 就是因为它的副作用太大 另外呢 目前呢就没有疫苗 其实疫苗呢 大家以为疫苗打上了就不会得 其实不是的 疫苗是要看你自己能不能产生抗体 而且一般来说只有50%到70%的有效 但是一般来说有60%到70%的人 如果说打了疫苗产生了抗体 这个传播的环节就会被阻断 但是最新的报道 就是前两天我看到的这个专家的报道 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病毒基因的 现在大约有150种以上的基因的变异 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说 等到这个疫苗研究出来了 都还不知道管不管用 就像上一次SARS MARS都是把疫苗研究出来了 完了全球就不见了 也没有我用得上 所以呢 这个就更加严重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新冠这个病毒感染呢 很多时候大家会问我 它这个症状和一般的流感感冒 到底有什么不同 说实话 它的症状真的是多样化 可能大家都知道 其实很多人就没有症状 对吗 而且有时候 就是说它跟流感 一般的流感和感冒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 根据你以前的经验 做自我的诊断 或者是帮朋友 家人诊断 说我上回感冒 流感就是这样 完了过几天 就好了 千万不要 所以一定要跟你当地的医生来联系 每个地方不一样 像我们这边有专线 会打电话过去 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 完了 得到这个医生的专业的指引 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潜伏期呢 最多为三到十四天 所以现在全球都在说隔离两周 但是呢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有的病例 它最多可以长达三十七天 但是是不是还更长呢 因为我们疫情一共才有几个月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们加拿大已经是建立 就是也是这个星期开始 卫生官建议说隔离要三周 而不是两周 那就说明 他们一定是发现了 很多人都是超过了十四天接触 以后发病 那么所以呢 下边就是说感染的不一定发病 主要这个叫携带者 现在中国特别重视这个人群 这个真的很重要 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族群 因为自己不感觉 周围人也不防治 就是防御他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一个 这个潜在的这个危险 再一个呢 就是发病 即便发病也不一定严重 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百分之七八十的左右 也都是一个轻症 或者是早期的症状 但是它一旦进入严重 特别是危重的病人 就会产生全身性的衰竭 就是肺啊心啊肝啊肾啊肾全部都衰竭 存活力是非常低的 所以我们开始都有句话说 只要一上了这个插管 几乎是没有希望 但是现在可能有时候偶尔有几例 真的是很少 那么而且它这个后遗症会很严重 那么临床痊愈 因为现在这个医院里头也住满了人 所以它有一个指标 临床痊愈有几个指标 你符合了就让你回去了 说你是临床痊愈 但是它很可能是长期的待菌者 因为在好像一定的追踪的这个调查过程中的发现 其实后来大家也都还又有一些阳性 这些人都有传染性 所以不要觉得 哦 我出来了 我没事了 或者你自己家人觉得 哎呀 他出来没事了 我们就可以正常的交往 No 大家还是要把每一个人 都把它当成病人看 这样才比较保险 那么这个呢 现在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其实这一次的肺炎是兼职性的肺炎 什么叫兼职肺炎呢 就是肺炎 它比方说它这个肺泡 这个兼职它是在肺炎之间很多的这个炎症 所以早期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咳嗽 咳嗽是在肺炎 还有这个支气管的这个刺激的情况下 它才会咳嗽 但是它进入机体的途径 因为我刚才说了 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知道 一个病毒或者病菌 它的传染的途径 我们知道了 而且我们知道了 它这个感染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阻断它 所以每一个细节非常重要 首先它会进入鼻咽部的粘膜 有人问我为什么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做咽嗽子 或者鼻嗽子的试验呢 对不对 你怎么不说 既然说洗手 我还是说洗手很重要 但是洗手不能管全部 否则来讲 你就把那个柿子放 它手上放一下 试验不就行了吗 而且现在还没有看到 一粒肺这个肺炎 这种类型肺炎 从皮肤可以进到肺部的 No 它是呼吸道的疾病 它一定是从呼吸道进去的 它是肺膜感染 对吧 好 第二呢 到了这个地步以后 它繁殖繁殖 它就往下走 就到了气管 肢气管肺部 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长 很难记 你就记个肺部就行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其实这一次 为什么这个死亡率这么高 或者到了后来 就很难救治 那是因为这个 其实这一次的 这个冠状病毒的感染 它不是一种病毒 它是一个符合性的 因为我得到资料 都是在前线 这个ICU工作的 这个医生的第一手的资料 他们很多人 都是各种病毒 而且后来又有 细菌的激发性的感染 所以它就产生大量的粘液 所以如果说 大家注意这一点呢 是各种这个细菌病毒 他们就加重了这个病情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防御 其他的病毒 减少其他病毒和细菌的进入的话 那可能这个病 就比较容易恢复 对不对 那么第三呢 当他们在 当这些病毒在肺里头 大量的繁殖以后 它会进入循环系统 首先进入肝脏 肾脏和心脏 所以呢 就会出现肝肾心的衰减 这个是往往引起 这个人类丧失生命的最主要的 而且它也会涉及到 这个消化道 这些消化道呢 其实可能是有两个方面 一个可能是从循环进去的 但是很多人呢 也许是因为在咽喉的部分 有时候你会把那个盘啊 或者这个鼻部的分泌物啊 就吞下去 那么也许是因为这个 但是这个呢 说实话 它不是死亡的原因 那么我想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的呼吸系统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们这个 头部的侧切面 大家看这个是鼻孔 就是这么一点点地方 它后边大量的这个位置 叫做鼻尖阁 这三层 所以有人问我 马一声你说要洗鼻子 那我就这样洗洗好不好 你看 你所能够碰到的地方 就这个鼻孔这么一点点 你光洗这儿 当然不是说绝对没有用 但是它已经都在这里边繁殖了 你光洗这儿 没有太大用 完了再往下就到了咽部 那也就是说 当它走到了咽喉以后 在这里大量的群积 继织 它就进到了气管里边顺着 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气管 这个地方叫支气管 所以为什么我说啊 气管 气管 这是我们的肺脏 我们右边有三页 我们左边有两页 那是这个地方是心脏的位置 那么这个往下走 这就是肺炮 我知道人是比较专业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图 这个肺炮 这些细细的 这些外边全是毛细血管 它在跟肺炮干什么呢 它要进行气血交换 看到没有 这里边 这个是氧气 吸进去的氧气 从这里到了血管 看到这是红细胞 可以带这个氧气 完了再把二氧化碳 再冲过呼吸 再给弄出去 所以这一次大家都听说了 上网也看到了 说这些病人是被水给淹死的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它停留了大量的液体 它就阻断了这个氧气 这个气血交换 这就是为什么 但是你看见它那个样子 像一串葡萄一样蛮有意思 那么这个呢 当然是心脏 这是心脏和肺脏之间的联系 还有这个我们的循环系统 这是整个消化道 这是肠子各方面 那么谁是易感的人群 这个非常重要 首先呢 是密切的接触者 第二呢 这次大家可以发现 其实很多这个中年男性 而且他们身体还都比较好 所以有的人说 我没事 我从不得病 我是四五十岁的人 但是 它会产生严性风暴 如果真来的话 那真的是很严重 而且还蛮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基因的 这个角度来研究呢 发现呢 就是能够抵抗这个病毒抗体 是在X染色体上 那也就是说 女生有两个X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有双份 男性只有一份 所以男生要更加重重 注重这个防治 年老体弱的 大家都明白 还有糖尿病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 每个国家都把这个糖尿病提出来 和一些基础病 那我想 他一定是在临床上观察到 特别是在这个老人医院 所发现的这些病人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 和他们非常有关系 我呢 你们会发现 我喜欢用highlight right 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或者重视的呢 就是这些highlight的 就是便利 这一次呢 也很 现在就开始越来越多的 这个报告显示说 其实很多人都有便秘 而且大家知道吗 便秘的时候 这个大便里的毒素 它经过血管 第一个地方是到肝脏 那么你就影响了肝脏 本身的解毒的作用 因为你那么多毒素 弄进去 它只能解一部分 加上呢 如果要是按照 这个中医的理论 也蛮有意思啊 我们老祖宗好像上千年前 就已经总结了说 大肠和肺经啊 是相表里的 你看有意思吧 就是说当大肠不好的时候 那么这个毒素就会上 上到这个肺里头 而且很多 比方说我们有说 治一些肺炎 像这一次啊 他们有些中药 到后来 在中国这个 这个中医院的啊 他们就用 让它这个啊 就是排便 大量的排便 哎 这个水分就从那排出去了 所以这个是 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 大便的通畅 母婴传播 我不知道现在 就是说有没有啊 这个情况发生 但是呢 就是说普不普遍 这么说啊 因为呢 它实际上呢 真的是有过报道 可是因为 这个母婴传播呢 是一个 就是说这个怀孕 你看它就要 九个月十个月 对不对 所以等它出来 就是一个很长时间的观测 所以这个 搞不清楚 所以但是大家 也一定要注意 可是我现在 还想说的一点 讲到这个母婴传播的时候 我想说的一件事 大家有时候 最近看见那个 就是网上 有一些这些段子啊 说等到这个封城 结束以后 那个时候 中国啊 现在全球了 封城以后呢 出来肯定是胖子多 还有这个新生儿多 啊 因为在家没事儿吗 那我们就来造孩子好了 可是我跟你讲 千万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怀孕 因为 头三个月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病毒是可以通过 开盘啊 母亲啊 进入到孩子 这个时候会引起孩子 很多先天性的缺陷 这个是很讨厌 还不说 他是不是有母婴传播 这个病毒阳性 关键是头三个月 他影响了婴儿的发展 啊 那也是你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目前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只能预防 预防还是预防 因为没有特效药 那么首先呢 是要有效的隔离 什么叫有效的隔离 它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广义的 一个是狭义的 广义的呢 这个就是政府所规定的所有的规则 那我们就不说了啊 等一会儿我们再解释这个狭义的 再一个呢 就是只能说是增强我们的体质 而且能够快 尽快地恢复这个细胞的再生能力 因为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呀 对不对 所以呢 那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能够 为什么要做那些防御 每个那个步骤是为什么 那我们首先要 我还是要和大家先分享 也是个病毒 它和细胞的一些特性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病毒 病毒可能有很多种 有RNA病毒 也有DNA病毒 这次是RNA病毒 它就是里边有一个 好像大约 这一次的大约是携带了 好像是一百个 一百个左右的这个基因 外边这一层就是蛋白质 它没有细胞膜 那它怎么复制呢 它就来到我们人体 这是我们的细胞啊 我们正常的细胞 是有细胞膜的 看到没有 那这是我们细胞核 这个是线粒体 那这个高尔夫基这个体 那么这个病毒进来以后 就在这里头 好像它像我们的细胞 像它的代孕母亲一样 现在开始帮它制造病毒 你想想多可恨啊 我们自己帮它制造 好 那么你就一个一个的制造出来了 完了制造太多了 它装熟了怎么办 它就出来了 当它成熟它就出来 它一出来以后 它就跑去再沾上 另外的一个人体的细胞 再来扶植它的背里 可是我们的细胞呢 就破裂了 看到没有 它就破裂了 那么破裂了以后呢 等一会儿我们再讲 它是有个什么情况 那么我们首先来讲 我们的细胞破裂了 那我们先要看到 我们细胞本身有什么功能 当它破裂了 它这些功能肯定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我们的细胞呢 首先呢 我们的细胞膜是免疫识别的 那你就不会识别了 而且你还在没有破裂之前 你是生病的细胞 那更糟糕 来了呢 就是细胞值 就是中间的位置是细胞值 它是管新陈代谢 基因表达和蛋白质合成的位置 结果他们现在病毒来了 就待在这里边 你看见没有啊 这个高尔基体都在这儿 他们就在这里都来 把它当成代孕母亲 都来反制它病毒了 那我们的事情 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对吗 最后呢就是细胞核 是携带这个遗传物质 可是它把这儿打乱了以后 我就影响了我们遗传物质的表现 所以当这个病毒感染了细胞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细胞太多了 爆炸了 我们这个细胞就死亡了 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各个器官衰竭了 细胞都死亡了 它怎么干活啊 对不对 那么在它没有破裂之前 那这个细胞就生病了 也干活干不好了 它有些炎性反应了 另外它本身的功能 它也不可能再做 就是功能上是 而且我是讲一般的病毒 咱们这次病毒还不知道呢 我们还没有 最起码要通过一年两年以后的观测 但是之前所有的病毒 我讲了是一般病毒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由于它影响了我们这个DNA的肤质 那肤质出来的细胞 在它还没有死亡之前 带病的这个细胞 肤质的细胞 它就是错误的 这个呢 就是会有癌细胞的生成 这个就有一些 比方说是宫颈癌 这些都是非常 就是已经 还有这个比方说BN癌 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 某种病毒可以引起的癌症 所以呢 我们呢在做这个正确的有效隔离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传播方式 对吧 你都不知道它怎么传来的 你怎么隔离呀 你还不知道你做这个事该不该做 对吧 好 那么第一个是飞沫传染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气溶胶 这个传染 首先呢 我和大家要讲一下这个定义 什么叫气溶胶 有的人说 这气溶胶就是空气里飘的哪都是 有的人去公园走了一圈回来就病了 没那回事 你就算在外边得了几个 你回来还要时间来繁殖呢 对不对 它哪就会病了 那是一定是你之前已经有了 结果正好出去走了 正好回来到时候了 就病 气溶胶是一个定义 是一定要在一个密封的密闭的一个空间 而且是一个不是很大的空间 你比方说 飞机 轮船 汽车 高铁 甚至小的房间 这也是为什么说不能在小的房间里头 大家一块儿 这个聚会啊 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它也需要 当然了 如果大的房间 你有很多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空气不流动的地方 有超过了一定的时间 这个病毒的颗粒 就会在那悬浮很久 那么你每人都要出气的 那你一吸进去 就像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位置 要到我们的敌烟部 它就进去 再一个是粪口传染 粪口传染就是因为我们在钢式子里边 查出来有病毒 因为有人有这个浮泻的嘛 再一个就是接触性的感染 这个接触性的感染呢 其实包括很多 甚至包括了眼睫膜 它会通过眼睫膜进入到 机体里头这个循环里边 当然这个接触性的感染还有其他 我们等一下接着讲 好了 那么正确的有效隔离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主要方式啊 因为各个国家 各个地区 它的这个防疫疫情的指引呢 是还是有差异的 所以大家呢 首先要按照你这个地区 国家的指引来做 但是有几点我要提醒大家 我会在这里多讲 这就是我说的这一次疫情的 一个隔离措施的一个重大的失误 我们缺少了一些东西 首先这个地方戴口罩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华人做的最好 甭管怎么样 我们就戴着口罩 其实这个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而且也都证实是非常有效的 再一个就是正确的勤洗手 其实我就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数过 你真的有没有用这个肥皂洗 或者液体 这个各种这种洗手液 洗了有超过20秒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 就前好像前三天吧 那个英国首县住院的时候 就说他住院了 完了还拍了一段视频 我相信很多人也看了 他就做这个洗手的动作 他把那个洗手液摁到手心上 还没转两下 他就给它冲掉了 首先来讲 他没有touch到每个地方 另外他也没有戳到20秒 这洗手液又不是远程炮弹 导弹远程就能把对面的病毒都消 都杀死了 有那回事吗 No way 所以你一定要用每个地方 干干真正的都搓到 洗到 而且还要把它冲掉 才可以 那么如果说你从外边回来 最好连着洗两次 那么我下一个 我又这个highlight这个地方 讲什么要多洗脸 不但是洗手 你知道吗 这个脸很有意思 这个调查研究发现 它每个小时 我们大约摸我们的脸 大约有23次 那也就是说 我们每一天除了睡觉以外 就算你睡觉不摸 其实有时候你照样抓 那么最起码超过300次 你再摸你的脸 对吧 那你干嘛不把它洗掉了呢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就是在你平常 就是早晚洗两次 刷牙洗脸以后呢 两次以后呢 我就希望呢 大家在你每次外出回来的时候 也要洗一次脸 另外呢 就是说能够再加一次 一天能够洗个四次 最少 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可能会比较干净一些 再一讲 这就是我最强调的 盐水漱口和洗脸 因为刚才我特意跟大家讲了 这个病毒进入到肺部的第一关 就是在鼻子 在鼻甲骨的位置 繁殖 大量的繁殖 完了到腌部 完了再下去 所以要用盐水漱口 要用洗鼻 要洗鼻 可以用洗鼻器 可以有什么样的这样 所以呢 正确的方法按理说 是早晨起来 你要先用盐水漱口 完了洗鼻 完了再刷牙洗脸 这个是步骤 那么这个盐水漱口呢 我希望大家用鼓速的办法 什么叫鼓速呢 就含到口里以后 来让那个盐水呢 在你这个牙齿之间来过 完了最后再到那个腌部 呼啰呼啰呼啰这样啊 最后把那个腌部的地方 也把它冲洗一下 因为这个盐水的这个大便的浓度呢 就是比咱们平常喝的汤 你要给它兑得稍微咸一点 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消消除这个细胞的水肿 甚至在同时呢 使这个病菌 就是细菌啊 或者病毒啊 它就会脱落 因为它这个 因为这是渗透压的问题啊 那么它就会出来了 就洗干净了 那洗鼻子当然就更重要啊 最起码一天两次 外出回来一定要洗鼻子 这是我今天一定要强调的 这是全球都没有一个地方在讲的 我想起来就可怕 本来它就进到这儿吗 干嘛非要到最后去治那个肺炎呢 到肺炎的时候你再去管它 是不是 那开始我们就把它弄掉了 就没事了 还有再一个就是 防止购物时的接触性的感染 这个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报告 从上个多星期以来 我读了大量的报道 就是这个水果上 它只要讲这个水果 当你选来 特别是你选来选去的时候 这个 这个患者啊 从这个接触到 甚至是十几个小时 可是你想想这个也很可怕啊 因为 这些水果 这些人要 要装箱 拿出来还要再放出来 完了在你之前的人 还要到哪儿 捡来捡去 扒拉扒拉过来 扒拉过去 这真的是很危险 完了你拿回来 那你要 就算是你要 紧洗紧洗 那真的很麻烦 蔬菜呢 就稍微好一点 因为我们华人 基本上呢 吃的蔬菜呢 我们都会给它炒熟了 这个 不过 这个洋人呢 他们喜欢吃撒拉的 所以他们那个蔬菜呢 也是有点危险 不过他们呢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 我去买菜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好像他们很少人在那扒拉扒拉捡 他就从上面 拿着放在篮子里就走了 所以其实呢 也也没有会那么样的严重 但是最主要是水果 还有家庭内的隔离 因为这一次呢 这个在中国疫情 还很严重的时候呢 WHO呢 就率领着这个欧美的很多 这个流行病的专家啊 去到中国 因为他要查看嘛 查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总结的报告呢 就是说这一次的发病的病人 80%都是家庭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的病人 都是这样 因为特别是 在中国一般来说 也都是 大家有时候甚至两代 或者三 一般来说三代 或者同住 对吧 那么这个家庭内的隔离 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说一个人 你有阳性的时候 如果说过了14天 或者过了三个星期 就是你自己 那就说明你做得很好 最后 大家都听说了啊 这都是一家人 一个一个接着感染 那是说明什么 那就是说明 没有做到 真正的做到 家庭内的隔离 这个我 我也理解 因为在感情上 好像很多人 就是好像说是 我做不到 说让他啊 你别进我这屋子 站到门口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 你非得这样做 否则 它的代价是你的生命 真的 我就觉得这个特别 要注意 等一下我会 细致来讲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宠物 外出回家后的情节 因为大家 当然一个多月前吧 在香港已经有报道 这是不是 这个宠物已经 实验是阳性 而且最近呢 又有是报道说 这个老虎狮子 也是这个阳性 而且大家知道吗 老虎是属于猫科的 如果老虎会的话 那你家的猫也会 那它走到外边 那别的猫如果是 已经阳性的 它的分泌物 或者各种 而且它在外边 踩那个地 谁知道有没有人 吐痰啊 反正醒鼻涕 或者什么东西 脏物 对不对 所以回家来以后 你的宠物 一定要把它的脚 还有它的嘴 都要洗干净 我呢 其实我 我以前有个小狗 就算是没有 这个流行病 我每次回来 都是站到门口 我说站住 它蛮聪明的 不许进屋 它就在那待着 等我把它抱起来 把它嘴呀 把它的脚都洗干净了 才会进到家里 它已经成习惯了 再一个呢 就是正确的 眼口鼻的方式 因为咳嗽的时候 打喷嚏的时候 有时候说实话 真的不是说 你有时间去找纸 我看有些地方说 最好拿个这个卫生纸 眼盖住 怎么样 可是有时候 你这个鼻涕 也不是这个 特别是打喷嚏 咳嗽 你要想来的时候 你真的忍不住 你要没准 还没带纸呢 你带了纸以后 就算是什么 你周围没地方扔呢 这个纸也要包起来 也要用塑料袋 包起来 才能扔 这个是公共卫生的 这个道德问题 所以呢 钳壁是最方便 把它捂紧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减少 你传播到空气里的 这个机会 因为大家知道吗 这一个喷嚏打出来 它可以有上百万的 病毒颗粒 可怕吧 如果是一个严重的病人 而且它这个直径 说实话 速度可以达到五个 五米 就是说这直径啊 有五米 所以现在我在想 这人隔离两米 够不够啊 当然 它要是不打喷嚏的话 那两米是够的了 还是可以 但是那个是很麻烦的 另外它那个旋力 可以在空中停留很久 如果是在一个 气溶胶的环境里头 那就更糟糕了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洗鼻器 因为我也只有到这边 我就是到那个医院 那个地方 它那有一个pharmacy 就有一个这个药房 我就去拍了几个 因为大家不知道 它叫什么 或者怎么看 你看 这点上都说了 是管这个flu跟cold 就是流感和这个感冒 甚至还有这个花粉季节 这个季节 就像现在我们是花粉季节 对吧 那这些花粉都是满身都是刺的 那它沾到鼻黏膜上 所以你就很一直打 阿提阿提不停 对不对 所以用它都会帮助的 还有这种 反正你这种都可以去看 自己看 喜欢哪一种 其实大同小异 作用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它冲起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下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 首先你这个患者和接触者 你自己要戴口罩 在家里要戴口罩 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的话 如果是你自己 那是 还有 一定要独自在自己的空间 不要没事就跑出来觉得闷了 你就会真的传染给家人 也有要正确的眼口鼻 而且还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 我说这个室内 是这个患者或者接触者 比方说 他自己的屋子 他要每一天最起码要通 一到两次的空气 通风 每一次呢 大约15分钟到半个小时 这样的话呢 这个屋子里的空气 大约能够 能够换掉75%左右 那么家里的其他的部位 那么你可以 比方说你还有另外的房间 还有这个厅 那么如果能够空气 让他流通一下 每天也要做这个事情 当然这些啊 勤洗手啊 洗脸啊 也是要 洗脸洗鼻 而且要清洁的水龙头 大家不要看都要注意 还有就是公款 而公款 而且最好呢 是分盘用餐 就是像西方人那样 其实我觉得这一方面 它倒蛮好 大家都分开 也不用互相吃口水 而且还更加这个 卫生 另外呢 你分好盘子以后 就可以拿到他的屋子里去吃 就不用说是 大家坐到一起吃饭 那这是很危险的 还有保湿浴池的清洁 如果说你家里有两个浴室 那就有一个给他用好了 如果说全家只有一个浴室 那你每一次都要清洁 因为我们讲过 它还有粪口的传染 当然还有水龙头啊等等 对吧 那么另外呢 要清洁所有的公用的地方 就是在你家里 你能想到的 但是大家看了没有 我整天 我讲了这么多 我就highlight了一个 就是独自在自己的空间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爱你的家人 爱周围的人 也爱护你自己的话 Please 真的 就是家人要跟你讲话 也要有一定的距离在外边讲 你自己戴上口罩 所以这些很多细节 都要做到才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 看起来说传染病 其实每样都做到 其实它不会形成传染病 但是由于它 由于它很多步骤 又很难做到 每个人有时候会疏忽 无意中的疏忽 不一定是故意的 它就会造成传播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们 强迫自己 尽量地做到 好 那么我们第二大点呢 就要讲这个增强体质 和改善这个细胞的修复能力 首先要有合理的饮食 这个饮食呢 特别是现在 不管是上班还不上班的 反正都在家里待着 也不能出去了 我看很多人就在研究食谱 还做的东西 还越来越好吃 还越来越好看 糟了 你要吃太多的 那就不行了 因为我真的是 很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的 结束疫情以后 我们重新在杰斯大学再见 那上万的人 真的那个感觉真的很好 可是问题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到时候你去了 我就说 怎么或是横的比树的还宽 完了一个人 你一个人没准 还需要坐两个位置 那就不好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呢 我们会在两个星期以后的另外一讲里头 我专门来讲这个问题 那么适当的锻炼 其实说实话 不同的年龄 健康人 正在生病的人和已经正在恢复的病人 或者说这些这群人 其实他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拿一样教所有人都做一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有机会讲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的就是讲一下正确的营养干预 那么这三条 如果你都能做到了 那么你最起码你可以增强你的体质 这样的话也会减少患病的机会 那么我们现在讲讲什么是白蕾乳醇 其实白蕾乳醇呢 它就是一种自然的 这个植物所分泌的自然物 叫做植物化学素 很有超强的这个抗氧化的功效 它当时呢 是为了对抗紫外线 微生物 真菌和病虫害所产生的 所以它是苦苦涩涩的 所以那些虫子也不喜欢吃它 那么这个白蕾乳醇 它主要含在什么里边呢 它主要含在72种植物中 含的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有这个应用价值的 比方说蓝莓啊 卢慧啊 桑胜啊 绿柴啊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蛮熟悉啊 这几样东西 但是呢 它以虎杖 这是一种风药 还有葡萄皮 还是有花生芽里头含量最高 其实呢 说实话呢 生命连就是食物连 其实万物它都是相生相科的 这个世界上它一定有个什么东西互相已知 但是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那可是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否则来讲 一个东西 真的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已知它 那不是全地球都盖满了这种病毒 或者盖满了一种细菌 那什么都没有了 可能吗 No 不可能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现在用的那个 他们也把这个用于这一次抗 这个冠状病毒 就是抵抗这个 这就是抵抗这个 这一次的冠状病毒的 叫奎宁 绿奎 就是奎宁这一类 那它是从哪里来呢 它是从经济双钠 这是一种经济钠树里头提炼出来 就是从植物里提炼出来的 而且在2015年 我们的中国的科学家 这是唯一的一个生理物理 生理医学奖 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是中国人 他2015年 是因为他批出了这个青浩素 这个青浩素就跟经济钠树合用的时候 就对于越级有非常大的疗效 成就了无数人的生命 所以它都是从植物来的 那这个也不知道 那以前也不知道 可是老百姓之前就知道说 他们会到那个经济钠树上 去用那个树皮来防这个越级 对吧 这是老百姓多少千年前 多少百年前就知道的事情 还有青霉素 青霉素呢 是一种这个生物 对不对 是一种霉菌 那么最后也是无意中的发现 所以万物 它均是相生相科 但是现在一个新的出来了 是哪一个东西科它呢 我们还不知道 好 那么我们古脑的这个传统的验证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1700年前 这个汉代末年的明依别录上 已经有记账古账 就刚才我说这个作用 它什么作用呢 清热解毒 而且呢 它是天然的这个植物抗生素 不会产生抗药性 因为相生相科 是这个自然界的一个循环 但是至于它能够抗哪一样 它也不是都能抗 但是它总有能抗的 那么教科书上 那我们大家如果现在去看中医书 都会看到 它是治疗肢气管炎 甚至肺炎的一个主要 它有什么作用呢 就驱探止咳 评传 乙菌 这些都是有科学报道的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可以护肝 强心 力肾 去这个血医 血瘾 现在呢 就是我们那个中医呢 就是这一次在这个 抗疫情的作用中 这个 怎么说 一战中 总结的经验 这是从 中国这个最高的科学院里头 发出来的 说是 这是它起到一个多个把点的作用 而且这一次呢 就是 有一些这个中药方里头 他们也在用这个药 就是说 大家能够 它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而它的主要的成分 就是白磊乳醇 这个是 春天的时候 所以我说万物就是相生相克的 这就是我们的海边 这些绿的 野的 没人要的 这就是虎杖 它就长这个样子 它有那种 反正蛮清新的味道 有一点酸酸的 把皮剥了以后 可以做沙拉 可以吃 但这边人没有吃 他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当这个宝贝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那么白磊乳醇有什么用 作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是一种植物化学素 这是全球已经公认的 而且称为它是 21世纪 最强效的抗自由基的一种 一种物质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在讲了 说它抵抗 抵抗流感病毒吗 甚至有的朋友在说 我们的这个白磊乳醇 就可以直接杀死这个冠状病毒 这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还没有 我们没有做试验 它第一次跑出来 你怎么知道 但是就过往的报道 大量的这个各个研究机构 医学院的报告说 它对RNA病毒 还有腺病毒 的确是有控制的作用 可是RNA病毒也有很多种 腺病毒也很多种 那它能不能管到 这个这一次的冠状病毒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记得吗 我说这一次 其实很多都是 这个就是多种病毒的感染 同时这个病人 也患有感冒啊 流感病毒的感染 而且现在是春天了 春天了本来就是各种 这个病毒出来活跃的时候 对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如果说哪怕就把 它能相抗一抗 本来已经就是已经证实了的 那这个机体也减少了一部分损伤 那么你的抵抗力也会更好一些 可是我们不能说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你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我们一定不可以说 它就是管这个冠状病毒 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做这个试验 你要没做过这个试验 你千万不要讲 可是我还是这句话 它是对之前的有一些 的确是有作用 所以呢 我们呢 它还有这个作用 大家都知道 抗衰老 大家都知道它有抗衰老的作用 全球的科学家都认为 它有抗衰老的作用 那抗衰老怎么抗衰老 你病病痒痒插着管 插到一百岁 在医院里 that's impossible 那不可能的 所以呢 它有强身健体 延年益瘦的作用 这是它一个最大的作用 那么我们在这一次 如何来选用 这些合适的这个 营养补充剂呢 好 那么基本营养素和优化剂 首先 那么我们还有这个体重管理 和皮肤管理 这是我们从来的这一套 这是基本营养学的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 主要来讲 基本营养素和优化剂 那么增强体质的产品 就我们来说有什么呢 首先呢 就是我们的基本营养素 AMPM 因为它有90多种营养素在里面 所以呢 从开始 不管你有没有病 或者有病呢 它整个的全过程 特别是恢复器 它作为一种辅助机体 这个营养的这个作用呢 你应该一直在用 有些人总是要问这个问题 说 那如果说这个人怀孕了 能不能用 首先我刚才讲了 这个时候不要怀孕 真的不要怀孕 那可是你如果真怀孕了 首先呢 要很多的问题 大家想想你 能不能受得了 首先这是第几胎 它是正常怀孕吗 它是试管婴儿吗 它家里有遗传病吗 那它现在有没有去做过复检 说证明它没有问题 是不是在五个月以后了 或者做过养水细胞的检验 等等等等 你千万不要说 它做试管婴儿 多少次都失败了 结果现在好不容易又怀孕了 你就好心跟它说 你赶快用这个吧 这会帮助你 这真的不敢保证 它要又流掉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对大家的建议是 就是说如果过了五六月份 各方面都正常 而且这是它也是正常的怀孕 而且之前也 之前最好之前有一胎 也都非常正常 没有遗传病史 等等等等 那么它可以有 而且可是它如果再用别的公司的 这个基本营养素的话 那么你呢 就最好不要跟他说 我这个比他的好 给他换过来 你要说 也要等到他生完孩子 都正常了以后 那就随你怎么说 但是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去趟这个浑水 除了他自己一直服用 也觉得还好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好吧 那么再就是优化剂 就是research 我们下一次再讲 但是我再一次地提醒大家 如果有症状 一定要先联系医生 要遵照医生的主妇 你不要跟他说 那些药都有副作用的 马医生说了 那些副作用很重的 那不是的 那是真正到那个份上 他还是得 他还是得做 所以呢 那么你就 一定要遵照医生的指示 那么什么是配权呢 我们就是八种的超级的植物 和超级水果和天然植物 关键是它的悬阴凝胶技术 使这个白粒乳醇呢 还有各种营养的 这个吸收率都很高和快 那这么多 那么它的运用法 这个非常重要 首先呢 我们平常一日两到三包就好了 因为在这个期间 不是说一到两包就够的 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如果你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增加 增加到四到六包 可是呢 我想提醒大家是注意事项 首先当你介绍给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问他 对我们这些水果 一个一个问 你有没有过敏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可以 但是现在 我用这个highlight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对于严重疾病的患者 特别是已经诊断为冠状病毒 阳性的患者 一定要首先征求医生的意见 而且不能停掉他任何的药物 大家一定要知道 千万千万不要把责任拦到自己身上 那么只是告诉他 这是一个水果 可以对这个机体有帮助 那平常大家都知道 谁要有病呢 我们是不是都是买了一大栏水果 去看他们呢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另外干肾功能不好的呢 就要从小量开始用 那么正在用吸血药的 一定要慎用 那么希望呢 大家每天能够坚持服用 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 那么共同度过难关 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就是分享产品 就是分享大爱 分享产品 就是分享商机 所以全球的杰斯家人加油 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那么谢谢大家 好 我们非常谢谢马医师 为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内容的一个分享 那大家一起跟马医师 这次哈喽也谢谢他 谢谢 resour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